HELLO,大家好,我是在青年公園的David Linn Golf School裡面的David教練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Well Stroke的推桿片 其實你在這邊可以看到有三個不同的弧形 因為我們在推桿的時候,我們都是應該要在一個弧形 這個跟我們的Posture會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都要找到適合他自己的推桿弧度 所以這個綠色的片是適合我的弧度 所以我們在適合我們自己弧度的話 像我們假如把球桿拿到2,停點2這邊 然後我停住的時候,我的桿面應該要Match到這個藍色的線 然後我送出去到2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Match到那個對面的藍色的這條線 我的推桿呢,也必須要在兩個綠色的線的弧形內 我們正確的弧度應該要在綠色的線裡面 我們正確的弧度應該要在綠色的線裡面 可是很多球友的話,他們容易會往Outside 練或者是Inside 這個時候呢,我們在戶外的話就是可以插T 在這邊,來防止我們推桿的時候 跑得太Outside或太Inside 我們會利用這樣子來去做練習 讓我們的推桿弧度更完美 所以我會利用一個節拍器來讓我訓練我的推桿的穩定度 像我等一下我要推的時候啊 我要照著這個節拍 好,來,坐 OK,經過這樣子的介紹大家 是有沒有對Well Stroke的推桿片 比較有了解呢? 假如你對推桿或者是高五球任何的其他問題 歡迎你來青年公園來找我 OK,謝謝大家的收看